親愛的朋友,你們好 我們在今次會講到一個主題 我相信有些人都有興趣想知道的 為何信耶穌呢? 以及信耶穌有甚麼福氣呢? 有很多人覺得信耶穌即是回教堂坐著聽道 因為很多人以為信耶穌就是聽道 其實信耶穌是真的有位神 真的會幫我們、真的會祝福我們 並且有原因、有證據 讓我們知道這個神是真實的 在今次我會講到一些客觀和經歷性的證據 讓我們知道是真的有天堂 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 是將來信主耶穌跟從耶穌的人去到天堂 而沒有跟從的是去到地獄的 首先有幾個問題問大家 你想不想活得開心呢? 你想不想每天都開心 事實上現在調查 香港和全世界很多人都不開心 有一個數字就說 香港可能七分之一的人有情緒問題 很多不開心、很猛狀、很激氣、容易發怒 很多情緒的問題 就算那些沒有嚴重情緒問題的人 很多都不是活得開心 有多少人每天都開心 事實上是很少很少的 而聖經和我們實際的經歷 在這個實際經歷不是騙人的 耶穌能夠治好那些憂鬱和憤怒的人 我們都幫過不同的人 他們是有情緒問題 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幫助他們 整個人都輕鬆了、開心了 治好他裡面的情緒問題 神也能夠像人喜樂 或者能夠開心做人 我自己整天都在那裡 一想到耶穌 我就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在裡面湧出、喜樂出來 還有很多祝福 有時候有些人覺得 耶穌是不是真的祝福呢 耶穌真的能夠凡事祝福 神能夠賜給我們 有聰明、智慧、有健康 好像我自己這樣 已經71歲 差不多72了 即是六搭 一搭即是12 一搭即是12 六搭即是72 但是呢 依然神給我健康、給我力量 祝福 還有給我各樣的才幹 很多東西學 都學得很快 這也是神賜給我們的聰明、智慧 還有各樣的機遇 各樣的機會 給我們發揮生命 也是神供應我們的 原來跟從神的人 聽神話的人 神是凡事祝福的 也叫我們有豐盛的生命 即是活得開心 以及能夠祝福人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不開心的狀況 神可以叫你 充滿喜樂 得到醫治 有些人說 我都挺開心 但是神會叫你有充實的喜樂 你的人生是可以滿足的 第二個問題 問你就是 你想不想有人愛你 我想人都說想想想想 不過 是不是真的有人愛你呢 很多時候 其實這個世界上 真實的愛 我們看到是母親 最強烈的 然後就是父親 的確神是把這種母愛 放在母親的身上 不過母愛父愛都有限度 為什麼有限度呢 他不能夠凡事幫到我們 他不能夠 譬如說我讀書不行 可能你媽媽說 我都幫不了你 你為什麼讀書厲害 我自己讀書都不夠好 他都未必能幫到 還有有時候父母 都有他們的軟弱 因為我們都有我們的問題 父母都有他的不開心 他的情緒 他的困難 所以他就算愛你 他都幫你有限 但是神的愛很實際 這件事很多人不相信 神的愛怎麼實際 實際就是 實際上幫到人不同的問題 我們試過幫助人 情緒好 人有盼望 甚至讀書讀得更好 學各樣東西學得更好 人和人際關係更加好 家庭婚姻得醫治 原來耶穌的幫助是很實際的 並且將來我們可以去到天堂 還有他的愛是可以經歷的 1998年有一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 一按我一碰我 即時很大 好像電流的能力在我裡面 還有即時充滿愛 是我從來未試過 我感動得哭了很久 原來神是可以這樣經歷的 現在我每次祈禱 我一想耶穌 裡面就開心出來 也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還有經歷到神的能力 即是神是可經歷的 並且我為人祈禱 有很多人經歷到愛 喜樂、醫治、釋放、趕邪靈 是真的可經歷到的 是從今直到永遠 今世得愛 得到神的愛 永遠得到神的愛 不單止得到神的愛 因為在神的家裡面 的確有很多人是有愛心的 所以在神的家裡面 在教會裡面 是有更多有愛心的人 是可以建立一些可信任的友誼 這個就是說 原來是一個信耶穌的人 更加經歷到神的愛 也都可以有神喜悅的婚姻 在這個婚姻裡面 可以經歷到更多的愛 所以你說 我想得到人的愛 有些人真的一輩子都得不到 或者是得到的時候 一面有愛 不過一面有很多傷害 很多吵架 很不開心的 神真的可以將愛賜給你的 下一點就是很多人說 我生命都有很多問題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蒙福 有些人會這樣觀念 我是整定壞的 我生命是不好的 就是覺得很苦 做人做得很苦 有些人是覺得很苦 人際關係不好 健康不好 工作不好 其實人是控制不了自己前面的路 我們控制不了自己有多長命 我們控制不了我們讀書有多厲害 我們控制不了自己的前途是怎樣 我們將來跟誰結婚 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神是知道的 聖經說 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聖經說到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他已經寫在他的策上 已經寫在這裏 所以我們知道神有個計劃 不過這個計劃不是自動進入的 有些人說 神寫了 我們每個人都會好 問題就是聖經說 你將身體獻上去 你聽神的話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意被神改變 你便能夠分辨到神這個奇妙的 這個完美的計劃 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 但是因為很多人 他們就沒有跟從神 就算信耶穌 有些人都沒有全心跟從神 所以他們就得不到這個完美計劃 但是我們越聽神話 就越能夠進入這個計劃 所以你想你的生命蒙福 神是可以真實地祝福你的 我自己生命經歷過很多神跡 很明顯看到神的祝福 譬如有一次我去宣教 真是不可能的事 我接駁飛機的時候 我看錯時間 因為要轉時間 看錯時間 結果飛機走了 在人來說真的很難搞的 我當時走到櫃桌問他們 他們說飛機走了我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在香港訂了機票 他說你回到香港 打到香港 叫他看看做就行不行 我打到香港 他說不行 你現在的機票我改不了 我就祈禱了 神啊 你是全能的 你凡事都能的 然後我就進去櫃桌 跟那個人說 拜託你再查一次 有什麼可以做的 當時我也沒有想到神會行這個神跡 我只是說神啊 不是神啊 是那個人 請你再查一次 他就打電話去 最初他說不肯 他說我已經查過了 不行了 我求他 他說好吧好吧 我再查一次 再查一次 問問有什麼方法 打他的時候 他的眼睛和口都張開 說 飛機回頭 飛機回頭 我真的覺得 神真的很奇妙 他能夠行這個神跡 我上不了飛機 飛機都去不了 即是神可以這樣祝福 聽從他的人 我在生命中 也有很多地方 得到神的祝福 譬如神賜給我一個非常好的太太 是神的恩典來的 我也很享受 我享受侍奉神 他也享受我的生命 有些人說 我又沒有一個好的太太 或者好的丈夫 但是神可以賜給你 平安喜樂 能夠處理家中的問題 或者有些人是單身的 神也可以叫你活得開心 即是神真的能夠將 幸福賜給我們 好了 另一個問題 我又問問問問問你 你會關心你這幾十年 住在哪裡 譬如 房子上流水 你肯定不會喜歡在那裡 譬如 都流水 經常流下來 那些秘笨 那些天花板 經常脫裂 我想你肯定碎 你肯定又會不喜歡 或者 房子方面 encontrar 在火爐旁邊 譬如旁邊剛剛有個餐廳的火爐 哇 那塊牆是熱的 整個屋子熱得不得了 我相信你都不喜歡住在這樣的屋子 甚至有些人說 我住在這間屋子 政府要收回 賠給我很少錢 即是沒有安全的 你都會想你住的屋子有安全感 你會關心你永恆住在哪裡 有些人說 這些我理不到了 將來才算 一會兒我會給大家看到 其實真的有證據 肯定的證據 因為很多科學家研究 肯定的證據 人是死後靈魂會離開身體 是真的去到天堂或地獄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關心將來去哪裡 不要說將來才算 你不會說 譬如你沒有工作 那你坐在那裡 將來才算 我現在不管了 我睡覺就行了 你不會這麼睡覺 你一定會找工作 譬如你說 睡覺沒有了 我會找工作 不會說明天才算 我們同樣對於死亡不會說 到時才算 到時去哪裡去哪裡 因為到時去了地獄就很慘 很慘的 很明顯真的有天堂有地獄 天堂就極度的享受 因為神是充滿愛 充滿喜樂的 而地獄是充滿痛苦 和在那裡有懲罰的 所以去到地獄是很慘 很慘 所以千萬不要去 在這裏我簡單說出一些證據 證明有神 我簡單說 我講的次序是不同的 因為我現在用一個客觀的次序 第一就是聖經有很多準確的語言 關於這個世界 關於耶穌 關於世界末日 是很準確的 證明聖經是神的說話 而世界所有的經典都沒有 這樣準確關乎這個世界的語言 譬如有些人 譬如很簡單說 天氣報告 他説預測明天下雨 他很準確也好 他不是令到那些雨來的 他不是說 本來明天下雨 不過我們預測明天不下雨 天理報告員不可以這樣 本來下雨 不過我們有方法令到他不下雨 他沒有這個方法 他不能控制下雨或不下雨 但是聖經不是 聖經說定會發生的事 在世界上真是應驗的 就是說神是有權掌管這一切 所以我們知道神是真神來的 祂掌管一切 祂亦都將祂的計劃 寫出來在聖經 第二 聖經有科學的證據 待會我們會看看 第三就是神是可以經歷的 他不是很遠很遠的 是可以親身經歷 第四 鳳爺宗明可以趕任何的邪靈 這個世界真是有邪靈 證明這個世界是有魔鬼的存在 有魔鬼 但是這個世界這麼漂亮 是不會是魔鬼做出來的 你看到寶寶是很可愛 很有趣的 人本身不是有罪 是很有趣 是很可愛 這個世界也很漂亮的 好像花草和樹木是很漂亮的 魔鬼不會做到這麼漂亮的出來的 這個世界的確是魔鬼的邪靈 但是邪靈做的事是令人很醜惡 很懼怕 想自殺的 所以如果有邪靈 而耶穌可以說邪靈 就證明耶穌是真神 有邪靈也證明是一個慈愛的真神 好了 第五個證據 我會先說一下 就是很多人死了之後 急救 因為現在有急救的方法 救回他 回生後 他能夠說出周圍發生什麼事 本來死了應該不知道的 他又說得出 以及說得出人說什麼話 有什麼發生 誰進來誰出去 甚至他一直的靈魂離開一間屋 他說在屋頂 譬如有隻鞋子在那裡 有人做實驗 甚至放一些字幕在那裡 說一些不正常的句子 就是普通不會這麼說的 譬如說 蘋果吃了番茄 蘋果怎會吃番茄呢 這些說話是不合理的 好像寫在那裡 蘋果吃了番茄 但是他會說 蘋果吃了番茄 即是他看了那句話 他說出周圍發生的事 而且又看到天堂或地獄 所以證明靈魂存在 而且他們會去天堂或地獄 而這些數目是很多次數 是有幾千萬次 這些死後救回的人的次數是幾千萬次的 好了 第一點就是證明 我們說回這些證據 證明人有靈魂 有天堂或地獄 就讓我們知道 真是 即是人死了之後不是結束了的 有些人 其實有一個謊話很多人相信的 就是以為死了就行了 所以有些人很困難 譬如婚姻有困難 經濟有困難 被人追債 追到不得了 或者病病到痛很辛苦 那他就打算自殺 自殺就沒有煩惱了 病又走 那些錢又不用追了 那他以為自殺是沒有問題 但其實自殺是會去地獄的 是更慘的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有靈魂的時候 是真的有天堂地獄 我們一定要了解這件事 並且去面對這件事 同時我們看看有頗多的證據 在這裏我都會讓大家看到更多的證據 首先我講一點就是 當我們信一個神或一個宗教 最重要最重要是甚麼呢 是死了之後他能不能幫助你 譬如你說我一輩子都信 信完之後死了就去地獄 即是信了沒有用 所以他信了到底會不會幫助我們 會不會去天堂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而基督徒有很多屬天的經歷 譬如有些基督徒在異象中看到耶穌 有些是開眼見耶穌 有些是閉上眼祈禱見到耶穌 我也親自訪問過不同的人見到耶穌 在網上也有一個人我為他祈禱 他為他祝福趕邪靈 趕完邪靈之後 他祈禱可以上到天堂 他上到天堂後 他又見到耶穌 耶穌把他的生命拆給他看 看到他以前被人傷害 那個動畫看回以前的傷害 然後旁邊有神寫的說話 就說 我怎樣關心你 我看到你傷痛 我是很痛苦 我很想治好你 我會有計劃祝福你 寫一些這樣的說話 令到他得到安慰 我亦懂得有一個黃泉道 如果大家上網找Youtube 找耶穌斯 看到一個播放聽說是黃泉道 他曾經去天堂很多次 他上天堂見到一些死了的基督徒 然後那些死了的基督徒 說一些話給他聽 那些事情是 他回來跟他家人說 那些家人說你一定見到他 因為這是他私人 私人的秘密 但你居然能夠說出他私人的秘密 證明你真的上天堂見到他 譬如有一個他其中一個人 他見到這個人死的時候 那個死的人 周圍的人見到他死了 他躺在那裡 但這個黃泉道也見到他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有兩個天使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 他說你告訴我家人 你不用哭 我現在很開心 他現在很開心 第二 他說你告訴我女兒 我很滿意他的婚姻 那黃泉道就告訴他的女兒 你不要哭 不用哭 他說他很開心 他現在有兩個天使在那裡 還有他告訴你 他很滿意你的婚姻 他女兒一聽到 這句話就是他跟我說過的 你都沒有聽過 但是他跟我個人說過的 這句話是他自己深信 這句話 我很滿意你的婚姻 所以證明他真的見到這個死了的人 還有他就上天堂見到另一個人 那個人就跟他說 他說你不要誤會你媽媽 因為黃泉道的媽媽都是傳道 都是女傳道 他媽媽不是很肯稱讚他 好像經常都說他不夠好 所以他經常覺得他媽媽對他很大批判性 他說你不要誤會你媽媽 其實他經常和我和我太太都稱讚你 黃泉道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他就回來問那個死了的人的太太 我上去見到你的丈夫 他說我媽媽經常和你和你丈夫經常讚我 是否真的 他說是真的 我特意飛去那裡 攝錄這個見證 大家上網可以見到的 他又問回他媽媽 是不是有這件事 他媽媽又承認 所以這個人死了上天堂 告訴他一些他本來不知道的事情 並有第三件事 他就上去見到耶穌 耶穌就跟他說 他說你的祖先殺了很多人 普通人很少殺人 他說怎樣殺人 他就回去問他媽媽 我祖先怎樣殺很多人 他說你的太爺是漢奸 那時日本人來給他一枝槍 他整天晚上走出去不知道做甚麼 或者去搶人錢 或者去強姦 或者殺人 都不知道他做甚麼 都不知道殺了多少人 他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上到天堂 耶穌就告訴他 所以讓他看到 他真的上到天堂 這些基督徒的見證 在網上有很多 如果你找英文 找找 看見耶穌 中文也有 不過英文是比較多的 你會見到很多的見證 說到人們見到耶穌 而又改變 就證明 人死了不是結束 是有去天堂 或者去地獄 而那些不信耶穌的人 去地獄是很慘的 所以我們稍後要去了解 是否真的人死了 是有靈魂出來 以及真的有去天堂 以及地獄 經常有很多人被急救 救回來之後 就說他的靈魂出來 能夠清楚說出發生的事 證明人真的有靈魂 以下就是一些證據 有大規模的研究 這些都是一些書 說到大規模的研究 我將他的英文字中文打出來 全球有數千萬次的死後的經歷 譬如在左邊這本書說到 證明死後有生命 有憑死的經歷 他們叫憑死 我就不會叫他們憑死 憑死即是快要死 英文是near death 即是說他們還沒死 為何他們會說near death 因為他們不想承認 人死了會生了 他們不想承認人有靈魂 所以他們用開字眼是near death experience 是憑死的經歷 接近死的經歷 但是我就說是死後的經歷 因為他真的死了 心跳停了很久 所以這是一個真實的經歷 他這裡說到一個最大的 憑死的經歷的研究 這本書最左邊的書 是這樣說的 第二本書就說到 憑死的經歷證明有靈魂和有神 在右上角那本 就說到 鐵見永恆研究死後的經歷 他研究很多的 這個人 Mudy是一個出名的人物 然後下面就說到 證明這個憑死的經歷 死後是有生命的 為何我多說這些 讓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偶然發生的事 是很大規模的 有記載很多的經歷 譬如在左邊就有一個 憑死的經歷 另外那些人就是他個別 下面那裡就是一個憑死的真相 右下角那是香港人 他是患上癌症 他父親離世 留這個遺憾 80後他大病 貧死之後 他就在靈養院那裡去安慰人 就是他自己曾經死過的 然後他這個經歷就去安慰人 有很多人經歷 死了之後靈魂分開 證明人有靈魂的 在左邊就是美國和荷蘭的醫學博士 研究的報告和實際的案例 下面那裡就是這個55歲的男人 他就說靈欲分離 即是靈魂和肉體分離 旁觀自己被急救 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 有50位的死者親身經歷 說出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 這些都是不同的經歷 下面就說到他死了之後 死了90分鐘 死後看到什麼呢 這些就是不同的文件 為何我給大家看見 這不是一個偶然發生的事 是一個行常發生的事 就證明我們人真的有靈魂 真的將來會遇見神 在左邊就是《遺跡百科》 《遺跡百科》 就說到這個憑死的經歷 也說出有這種經歷 在右邊就說到 這個NDE是不可抹殺的 NDE就是《遺跡百科》 這個憑死經歷 是不可抹殺的 某程度的證據顯示 心靈的存在能夠獨立於身體存在 你的靈魂的存在 是能夠和你的身體存在獨立的 下面就是《東方日報》 那裏就有說到 靈魂出竅 穿越隧道看到強光 最後才感到平和 下面那裏就說到 新唐人電視台 這兩個就是中文的電視台 就是一個研究 總結了憑死經歷的各樣特徵 原來有很多常見的特徵 然後這裏就大規模的研究 上面那裏就看到 一個憑死經歷的研究 第二行那裏就說到 研究1122個 憑死經歷的人的發現 這條說到這個數目多 下一個就是 憑死經歷看到光、隧道和靈魂 它就說 百分之六十有個憑死經歷的人 都說他們有經歷些甚麼 最底下就是 憑死心理研究報告 有些人真的研究 去研究這些憑死的經歷 這本書就叫做After 中文翻譯到死亡之後 是講到五十年的死後經歷 臨床研究 即是研究五十年了 真的用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件事 看得到有些人真的很用心研究 為甚麼用心研究呢 因為牽涉到人將來去哪裡 所以科學家要去研究 到底是否真的人死了之後 是消滅的 人死如登滅 還是存在的 當他們知道人死不是如登滅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 我們是有一個超乎肉體的存在 即是說不僅是物質主義 因為有些人有物質 我們只是物質 死了就沒事了 即是我們本身體的物質 就落到泥土裡 沒有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不需要相信任何的神 但如果真的有一個神 真的死後有天堂有地獄 這件事是迫切我們需要研究的 下面那裡寫著 眾多的貧死經歷證明我們死後仍然存在 我們需要迫切關心我們去天堂或地獄 那這裏就說那些人去天堂了 英文的比較多 我這裏找主要是中文給大家看得明白 如果找英文是很多的 那這裏都是說到不同的人去天堂 譬如右上角這個小朋友 他小時候就是有手術 然後他就死了 那他死了回來 他有一天跟他媽媽說 我有個姐姐 他媽媽說是 你有個姐姐 他說不是這個 還有另一個 他媽媽說還有一個 你怎知道 他說我上了天堂 我死了的時候我上了天堂 我看到那個姐姐 她經常抱著我 她很多次抱著我 就是她在你的母覆裡面 死了那個姐姐 這個小孩子怎麼知道有這件事呢 她回來之後就知道 還有她看到太爺 太爺跟她說 她想跟她爸爸去玩些什麼 做些什麼 她說回來 然後她家人就把太爺 以前的照片 年輕的照片 和其他照片都放出來 她認得誰是太爺 她認得她年輕的時候 根本她沒有見過太爺 所以這些都是讓我們看得到的 是真的很奇妙的 有一個 先看看 在這裡 這個 右下角的天堂奇遇記 就說到有個女孩子 她是有很嚴重的腸胃問題 嚴重到怎樣呢 她吃東西都吐的 所以她不能像普通人一樣吃東西的 她有一次就跟一些小朋友上去玩 爬一棵樹 那棵樹是死了的 她就不知道 以為這個樹是實心的 她上到上高的樹丫裡坐的時候 那裡拍一聲 原來已經通洞了 裡面已經通洞了 一拍一聲 跌了到幾十呎的樹 跌了到下面就死了 死了後 他們當然立即去報警 去嘗試救她出來 誰知後來她就說 我下去 耶穌托著我 她是死了 但她居然的病康復了 又沒事 康復了之後沒事 她就說出 耶穌托著她 耶穌如何祝福她 這個左邊那個 去過天堂九十分鐘 就是說到有一個牧師 他駕駛過一條橋 怎樣知對面有一個大貨車 這個大貨車發生什麼事呢 他在監獄那裡要運一些東西 那天找不到一個司機 他就問誰會駕駛貨車 但其實那個人是沒有貨車牌的 他駕駛著貨車就不斷跑來跑去 走到那條橋 走到別人的車的頂上 這個牧師駕駛著車 整個車滾上去上高 將它壓碎 即是他身體裏面 有四吋的骨是不見了 他的腿骨有四吋不見了 四圍都有骨裂 即時死了 那些人來到就將它蓋住了 即是這個人死了 誰知當他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車都是排長龍 即是塞住了 過不了 後面有一個牧師很遠路 神就跟他說 你去為這個死人祈禱 他就跟神說 死了怎麼祈禱 但神說你去 他就去為這個死人祈禱 他就跟他祈禱 他還唱了一首歌 就是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就是耶穌恩友 他唱了一首死人 這個死人已經是死了 他們找一些大的膠布蓋住了 即是沒有機會生回 他居然 即是他的車包著 他的人還在車內 因為他還未拔出來 即是他的身體在裡面 他用一些布包著 他要鑽進去一些膠布蓋住 他就在後座 因為前座的車已經凹凹了 他在後座伸起手 按手和祈禱 然後他就唱歌 後來這個人 這個牧師救了之後 他就說 他說 有人拿著我另一隻手 但這個後面為他祈禱的牧師說 我沒有可能捉到他那隻手 因為在他的位置捉不到 結果證明是耶穌捉住他的手 然後他就生回 又很感謝神 當時有一個醫生 懂得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他的腿少了四吋 如果他這樣把腿縮起來 另一隻腳就短了四吋 你想想 一隻腳短四吋 另一隻腿長四吋 是很慘的 但這個醫生會怎樣做 將他 把腿長的腿 他的腿還在 把腿長 讓他保持距離 後來他是經歷了很長時間的醫治 但他後來康復是一個牧師 他本身也是牧師 這就是上天堂 九十分鐘上天堂 他形容天堂的情景 有這本書 可以買的 去地獄也有很多人去地獄 我自己搜集了左邊 有一個影片 就是那個人是基督徒 不過神叫他去地獄 讓他回來告訴別人 多麼痛苦 在那裡 一方面就是很辛苦 以及被邪靈折磨 大家看看 右上角有緬甸基督徒死後的地獄的見證 左下角有七個哥倫比亞的青少年 他們的證詞 還說到他去天堂和地獄 其他就是英文的 曾經去地獄的 我以上所說的就是 那麼多的證據 是不可否定的一件事 不可否認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真的有靈魂 死了就會出來 其實也有其他的證據 因為有些人打坐 他打坐靈魂出竅 他們打坐後 他們發覺靈魂出竅 是看到邪靈 看到鬼怪 因為他們沒有真神的保護 所以他們就看到鬼怪 但是基督徒就不同 基督徒當他們死的時候 是看到耶穌、天使、天堂的 但是那些不信的人 就看到邪靈的 很多人 那些佛教徒 他們死、臨死 都是看到邪靈的 他們不是看到一些好的情境 這些就是第一方面 就叫邪靈上身,網上有看的 他就在那裡整個人震騰騰地 整個人有不同的表現 就會說出一些東西出來 那些人就很想他說一些東西 告訴他是什麼情況 他家人是什麼情況 或者是想得醫治 但其實這些人是被邪靈上身的 也有不同的 大家如果上網找《珍情暴落格》 《珍情暴落格》在台灣的這個電視 他有不同的影片 有些是以前做基童、做茅山師傅 或者是做一些妙祝的 那些人其實很慘 經常被邪靈搞要 是很辛苦的 這些人後來信耶穌就很平安 但未信耶穌的時候 其實是被一些東西搞要 所以證明這些其實是邪靈鬼怪 我也聽過有人這樣說 他說曾經在他家裡請過文米婆來 文米婆每次都靈 因為知道邪靈來 但那次總是不靈 因為他來的家裡不靈 因為這個基督徒在這裡 後來這個文米婆就問他 你家裡是不是有基督徒 他說是有一個 他說有基督徒就不靈了 其實他就應該知道 基督徒比他大 基督徒在這裡 他認為那些人物就不能夠來 所以證明基督徒是勝過他 他應該去信耶穌 或者這些基督 或者一些妙祝 他們都被邪靈搞要 但他們又知道耶穌是厲害的 但他們就不喜歡找耶穌 他們覺得呢 我們要找回我們的方法 或者趕鬼 其中呢 我也有看到那些道士 以前是道士 他說跟別人趕鬼 那個師父就教他 怎樣趕鬼 他就學到怎樣趕鬼 趕邪靈 他其實是大鬼趕小鬼 他嘗試跟別人趕鬼的時候 發現一個困難 就是有時候趕不到 牧師說你趕… 不是牧師 那個是道士就說 你趕不了 你就出來了 走吧 那他就有一次趕 趕了兩分鐘 嘩!很厲害 他馬上走出來 他跟師父說 不行 這個我趕不了 那個師父說 好了 我去吧 師父進去兩分鐘之後 又走出來 這個不行 我們走了 即是他 當他聽到 基督徒趕邪靈 就不用像他們那樣 用那些法術 用那些手續 奉耶穌明就搞定 他覺得很驚訝 後來他認識耶穌 他就信了耶穌 原來他發覺 他們的方法 其實是 只是大鬼趕小鬼 並不是一些好的神 因為那些 其實那些所謂的神 是搞要他們的 所以這些人 他們都知道 有耶穌在那裡 有基督徒在那裡 是不行的 譬如那些神打也是 有基督徒在那裡 是上不了身的 但是他們偏偏不肯跟耶穌 他們的心理上 好像覺得跟耶穌 哇 又要聽耶穌話 好像覺得很不肯 很不願意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看得到 原來這些宗教 並沒有真實的力量 只是接觸邪靈 所以希望我們會醒覺 譬如有些人玩蝶仙 年輕人很多時候 玩蝶仙、銀仙、筆仙、手仙 在右邊 就有一個這樣的新聞 說到28個女學生 在校內玩蝶仙 就出現昏迷和焦慮 就送去醫院 原來玩這些 是朝夜邪靈 是朝夜令到她很辛苦 第五行也要說到 死前被邪靈攪搖 我曾經聽過有人 他臨死了 經常都有邪靈攪搖 有另一個道教的人 他建造道教的廟 他兩夫婦都是 他的媳婦信耶穌 他的媳婦告訴我 他的老爺 他將近死了 他經常發夢見火 有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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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媳婦就跟他說 你相信耶穌 他就請我去為祈禱 然後祈禱 就沒有火 就平安 他就相信耶穌 他接受洗禮 但是太太不肯相信 太太後來有病 這個媳婦又叫我去跟祈禱 跟祈禱 每一次祈禱 他都說舒服 任何一次去跟祈禱 他都覺得很舒服 我跟祈禱 和帶祈禱 帶祈禱 這個就是看得到 原來那些人 是不信耶穌的 他們臨死 是會有邪靈搞妖 或者是火 也有一個姊妹 曾經叫我去探望祂的爸爸 因為祂爸爸 就是臨死 整天見邪靈的 我聽過這樣的故事 有人說的 他說 有些人臨死 他就整個邪靈在他周圍 整天搞他 然後他進去醫院 邪靈就跟著他上救傷車 然後去到醫院 又跟著他上樓梯 跟著他病火 整天都纏著他 所以其實他是毫無安寧 不過這個人不是我認識的 已經是過去的事 如果是我 我當然會說 和祈禱 真的邪靈可以趕走 好 那下面 藍色那裡說什麼呢 就證明這些不是神所立的宗教 也證明這個世界 真是有邪靈的存在 而奉耶穌明有趕邪靈 證明耶穌是真神 所以我們所信的是真的 如果他是真神 他幫到你 今世得福 也都永遠得永生 將來是不用去地獄 是很慘的 其實很多人 今世已經受夠苦了 為什麼要去地獄 那裡 地獄那裡的苦 那些人去過地獄 比現在世上的 強億萬倍 現在的不開心 去到那裡 強烈億萬倍 現在的辛苦 肉身的辛苦 去到那裡 強烈億萬倍 所以自殺 並不是逃脫痛苦的 是進入極大的痛苦之中 譬如這個人 我和他趕邪靈 他的手是硬了 其實我有很多影片 在網上 以牧師趕邪靈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影片 這個人的手都硬了 後來我就叫他悔改 他是基督徒 不過他不肯聽話 後來他就說 我願意將生命獻給耶穌 然後他獻給耶穌 他說很開心 很開心 他說看到天使在天上拍掌 他就充滿喜樂 這就是趕邪靈之後的平安喜樂 下一點就說到 這個神是可經歷的 如果信神 但是祂和你生活沒有關係 即是沒有幫助 祂是今時可以經歷的 這條經文說出有不同的經歷 可以經歷平安 有些人很煩惱 很不開心 真是信耶穌可以有平安 輕省 重淡可以得釋放 可以經歷愛的 當我們深深地經歷神 親近神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被愛、被安慰 還有心靈醫治 有些人心靈憂傷 有情緒問題 神可以治好 或者是趕鬼治病 我也曾經為人祈禱很多次的醫治 有一個是癌症的 他祈禱 當時他很遠路來 他說乳癌令他痛了很久 痛了一個多月 由他祈禱 然後他又很投入 整個人都很開心 然後他說奇緣多 不痛了 他回到家鄉 他就找醫生檢查 醫生說那個癌症已經消失了 我在網上放了這個影片 你找乳癌、乳牧師 你就會找到 然後又起落了 我也祈禱很多人有起落 有很多基督徒都經歷起落 身體舒服 整個人都舒服了 譬如有些有疾病或者沒有疾病 整個人都輕鬆舒服了 醫治失眠 能夠睡覺睡得更加好 還有有能力 有能力去為耶穌作見證 有能力去學各樣的東西 有能力勝過一切的困難 由第四點 講到聖經的科學性 在約白記二十六章七節 那裡說 神將北極鋪在空中 將大地圓在虛空 由以賽書四十章二十二節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所以這裡講到地球一個圈 是一個球體 是圓拐虛空的 世界上古代的文物 都是說地是平的 佛經講的地 根本跟現實的地是完全不同的 都是平的 但是跟現實是完全不同的 但聖經講的 是懸拐虛空 那聖經的人怎麼知道這些事呢 根本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是神啟示 是神啟示告訴他們 這個地是懸拐虛空的 然後約白記三十八章三十五節 有這句說話 你能否發出閃電 叫他行去 對他對你說 使他對你說 我們再者類 你能否發出閃電 說我在這裡 那我們今天的手機 或者以前的電報就可以了 就可以告訴別人 我來到這條街了 你現在在哪裡 這是常發出的訊息 這個聖經在幾千年之前已經說定 將來會有這件事 可以發出閃電 當然我們不是用閃電 閃電其實跟我們手機的電 一樣 不過很強 但因為古代是沒有家裡的電 所以聖經只能夠用閃電 就說你能夠發出閃電 告訴別人我們在這裡 這句說話是不合理的 但到今天我們知道是合理的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就會用手機告訴別人 我們去到哪裡 這些都是聖經裡面一些科學性的證據 下一點 我們簡單說 就是聖經有很多準確的預言 第一 預言到關於耶穌降生 他的生平和釘十字架 即是關於耶穌的 很清楚說定 他什麼時候出生 什麼時候降生 他不是普通人的出生 是由天上降生下來 進入瑪利亞的腹中 然後就生出來 即是說不是男女交合 所以他沒有人遺傳的罪 他是聖靈進入瑪利亞的裡面 讓他降生 在瑪利亞的腹中 一直長大 然後出生 預言他什麼時候出生 和是同女所生的 和他的生平和釘十字架 那時候還沒有釘十字架的聖經預言 以及預言世界發生的事 和世界末日和之前發生的事 聖經也有說的 我現在只是說簡單 在耶穌之前 一千年大衛預言到 將來耶穌釘十字架 但是那時候沒有釘十字架 直到主前五百多年 即是說過了四百多年之後 才摩波斯人用釘十字架 所以在大衛預言的時候 是沒有釘十字架的 他就說到手腳被刺頭 和三被人分開 但是他早就已經預言了 他怎麼知道 耶穌將來會釘十字架呢 這就證明 聖經不是人寫的 是真的知道 將來發生的事 耶穌是會被釘十字架的 而我們怎麼知道耶穌是神呢 因為我們奉耶穌名 可以行神跡 並且奉耶穌名可以趕鬼 奉耶穌名 很多人也可以看到耶穌 看到天堂 所以耶穌是非常真實的 奉耶穌的名 是滿有能力的 另外聖經也說到 當耶穌來了之後 這個壽高軍就是說到 耶穌基督了 他會被人殺死 然後有一黃的民 來毀滅這個城 和聖所毀滅 耶路撒冷他們的首都 然後這個城就好像 洪水衝活 就要打仗到底 方良的事已經定了 他就說到耶穌來之後 耶路撒冷被毀滅 但是他怎麼知道將來會發生這些事 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是不只是以色列人能夠應驗的 是羅馬人來應驗的 羅馬人是不信神的 他怎麼會特意應驗這些聖經的預言呢 那真是應驗呢 真是耶穌被釘之後 在同一世代耶路撒冷被毀滅 就讓我們看得到 聖經是知道將來發生的事 聖經也將末日發生的事 預言出來 這些我們在這裏不詳細說了 好了 我們最後說 如何得到耶穌的救恩 既然耶穌如此真實 人的靈魂是真實的 死後是會離開身體 是會去天堂地獄的 我們如何得救呢 這是很重要的 首先我們要明白 神有兩個最主要的聖情 第一就是祂慈愛 第二就是祂聖結公義 祂慈愛就很想愛我們祝福我們 但是祂聖結公義呢 祂就不能夠隨意祝福人 為什麼呢 祂是很公平的 我們犯的罪 譬如我們想的不好的事 罵人、傷害人 人的自私 其實人人都有做一些不好的事 得罪人、背後傷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 說閒話、偷錢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曾經試過偷東西 神是聖結的 所以有罪祂一定要審判 審判就一定要落地獄 因為祂有罪 因為神是聖結的 所以有罪的人不可以去祂 但是神就很愛我們 唯一的辦法就是 耶穌為我們釘死 熟我們的罪 比特前書二章二十四節 說到耶穌被掛在木頭上 真身擔當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 你們便得了醫治 就是說耶穌掛在木頭上 擔當我們的罪 能夠在罪上死 就能夠在意上活 遵從神的意 成為一個跟從神的人 這樣的情況活著 還有因為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治 就說到耶穌就是 熟我們的罪 這個就是一個經文 告訴我們 耶穌為何要死 就是因為要熟我們的罪 如果祂是神來的 祂沒有罪的 祂才能夠熟我們的罪 而我們認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還有神要我們的心是怎樣 憂傷痛悔 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慶悍 就是我們憂傷痛悔認罪 求耶穌赦免 但很多人就不肯認罪 他說 我為何要信耶穌 我經常說人有罪 其實我們自己想一想 我們有沒有些事不見得光 很簡單 我們有沒有做過的事不見得光 我們有沒有講人的事不見得光 我們有任何的意念不見得光 講的說話不見得光 我們做的事不見得光 這些都會在審判台前供出來 其實我們每天都有犯罪 所以在神面前每個人都有罪 所以我們一定需要認罪 如果不肯認罪 是不能夠得到永生的 而神的答應好像開電燈制 如果燈沒有壞 開就一定會開燈 神都一樣 你真心認罪 神一定赦免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 我真心悔悔認罪 神一定赦免 而當一個罪人悔悔 天上都會為我們歡喜 神看到你悔悔很開心 神就會開始祝福你了 而我們怎樣得救呢 就是信靠耶穌 有些人經常都說 信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根本人不可以救自己 所以一定是信靠耶穌來得救 神將他獨生子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但這個信不只是頭腦信了就算了 是信靠拿著耶穌 耶穌你救我 以及跟著耶穌 我們才能夠繼續得到這個救恩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信耶穌得救 但是信耶穌之後 就會跟著耶穌 神就能夠祝福我們生命 如果信耶穌沒有跟耶穌有關係 就脫離關係 就不能夠得到耶穌的救恩 我們信耶穌 信靠耶穌就得救了 得救的人裡面就有改變 就會有動力叫我們去祈禱親近神 聖經說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 這是一個比喻 祂是有生命的樹 償在我裡面 即是親近我 我就償在你裡面 你就多結果子 你就會開心快活 神就會賜給你力量 有愛、有喜樂、有平安 但如果人不償在耶穌裡面 就好像人將樹枝 丟在外面敷乾 然後就要丟在火裡燒了 即是說如果我們信耶穌 一定保持跟神的關係 我們得救不是靠我們做什麼 是信靠耶穌 是禮物 但我們信靠耶穌之後 我們一定會跟從耶穌 親近耶穌 我們才能夠得到神的祝福 耶穌祝福我們 我們悔改信耶穌得到祝福 神就開始醫好傷心 祂真的會安慰我們的心 也有些人很嚴重 需要有心靈的醫治 我們都願意為你做心靈的醫治 當你真的說 我的憂傷我處理不到 我是很樂意去幫助你 能夠幫你經歷到 你的傷心得到醫治 被老的得釋放 你被什麼捆綁 譬如毒癮 或者情緒的捆鎖 或者人際問題 或者賭癮 或者任何的癮 神都可以幫助我們脫離 和安慰一些悲哀的人 和將喜樂賜給我們 神就開始祝福我們的生命 當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是愛祂的人 預備很多禮物 這是真實的 很多人信耶穌 跟從耶穌都發現 神是時時將禮物賜給人 所以信靠耶穌 各方面都蒙福的 其實真是百利而無一害 是百百得到的恩典 但有些人說 我不喜歡要戒打麻雀 賭錢 其實這些賭錢 只是貪心 造成家庭很多爭吵 有些人說我不賭錢 有些什麼開心 耶穌是可以令人開心的 有些人就是因為 不肯脫離打麻雀 賭錢 或者看色情的片 有些罪 他覺得我很難脫離這些 但其實耶穌 將更大的恩典 賜給我們 會更加平安喜樂 所以我們看到 原來信耶穌 是更加蒙風 不是慘的 這裏有一個祈禱 可以跟著我去祈禱 跟著我去祈禱 就會真心悔改 神真是會救你的 真心 不是唸口枉 即是說耶穌 我有罪 求你赦免我 真心這樣認罪 神是會救我們的 在這一陣子 我會請大家 我講一句 你們一起講一句 在網上看到這個影片的人 你都可以跟著 大家一起講 我講一句 你就跟著我講一句 大聲地讀出來 我們現在一起祈禱 親愛的天父 我感謝讚美你 你創造了我 你差遣耶穌基督 來到世界 為我死在十字架上 承擔我一切罪的懲罰 由差遣聖靈感動我 我深知我犯罪得罪你 我真心為我的罪痛悔 我曾經說謊 我曾經說謊 罵人 得罪人 不饒恕人 講閒話 貪心 自私 沒有真心敬拜神 沒有真心遵從神 求你赦免我的罪 拯救我的靈魂 將永生賜給我 我願意親近你 愛你 遵從你 侍奉你 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門 當你真心祷告 求主耶穌射免你 神就開始在你居住 神就是你的天父 你就是祂的子女 神已經拯救你 我有一個簡短一點的祈禱 大家可以容易一點記得 大家都跟著我一起說 親愛的天父 我感謝耶穌 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沒有真心敬拜和遵從你 求你拯救我的靈魂 將永生賜給我 我願意親近你 愛你 遵從你 侍奉你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愛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門 阿門就是真心的意思 所以當大家真心的認罪 求耶穌赦免也說出自己犯什麽罪 求耶穌拯救 耶穌就一定拯救 我們就可以得罪永生 但我們不是這樣一次祈禱 以後不跟耶穌 是一定一個生命的關係 繼續親近神 遵從神 也鼓勵大家回到教會 大家可以聯絡我 我都把我的聯絡資料放在這裏 大家可以來接觸我們 可以認識耶穌 我們都很樂意為你做一些心靈的醫治 或者為你的身體祈禱 求主醫治你祝福你 願主跟你一起 願主耶穌感動你的心 就說 希望你關心你自己永恆的住處 你可以永遠住在天堂 也都關心自己活得開心快活 能夠整個生命蒙福 能夠被神所愛 又能夠有經歷地上的弟兄姊妹的傷害 能夠生命封城 發出 即是能夠祝福別人 能夠發揮出神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讓我們活得封城 有很多人 其實生活生命是很破碎的 但耶穌能夠將一個封城的生命賜給你 祝福你 願主跟你一起 保守你 願你跟從耶穌 也鼓勵你接觸我 我是很樂意幫助你的 又在祝福啊 曾經是故事 也鼓勵你 你咱們知道 是我 我也被人猜中 這一隊 這隊 會有寶寶 不太適合 4都 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